- 說到這個燉菜喔 其實在法國是非常常見的家常料理 但今天要做了一些變化 那請問今天的主題叫做 普羅旺式燉菜 普羅旺式燉菜 到底加了普羅旺式這四個字喔 這個地方它是在法國的 這個算東南方 南法 算南法嗎 這個地方的特色結合了燉菜 它會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比較陽光 它靠近西班牙 然後它是在南法 所以它的用色很豐富 然後也很陽光 像黃色綠色或者是紅色 它會把它的顏色 表現在它的菜色上面 可能它這個地方 地理環境的關係 所以它長出來的這些植物 不會是在顏色啦 種類上都比可能北方 還要再多更多 所以像現場我們準備的 我準備了五種顏色 紫色的茄子 白色的洋蔥 紅色的番茄 綠色的櫛瓜 黃色的櫛瓜 那台灣的茄子它通常比較長 可是歐式的茄子它比較胖 然後比較短 那你看我今天準備的茄子 它的口徑是圓的是小的 然後我的茄瓜口徑也是圓是小的 對 所以我今天的做法是 全部把它切成圓形 這樣形狀比較一致 對 然後我現在先 我們先開大火 然後我們先不不要放油 乾煎嘛 對 先乾煎它 全部都下去煎 欸 你不要動手 我自己來就煎 我只是怕你拿錯 我一定要先把它稍微煎一下 然後這時候如果你下油的時候 那個油整個會被 茄子吃進去 茄子全部吸光 所以你必須一直放油 所以我為什麼原先把它煮菜的時候 想要油沒有啦 它一直咬 整鍋一直咬 然後煮完之後整鍋都是油 因為它油就浮出來了 所以像這種東西都不可以先下油 稍微讓它看一下 那這樣它也還蠻費工的喔 因為你不去這麼去處理它啊 你的食物出來它就不好吃 就像人有個性面 其實食物也有個性面 你只要了解食材 每個食材的特性 然後在它個性面去處理它 其實你就不會覺得它是很麻煩的 像這種東西我要乾煎它 那我會做一個動作就是裸 用裸盤來裸它 然後它就裸出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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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它就有點像烤肉 那裸出來之後呢就會比較 呈現那個視覺上它有一點點美感 就不會覺得它只是做食物就是做食物 好 它裸了差不多了 你看它旁邊已經變成淡色了 它已經熟了 這時候我們還是不能下油 因為它油現在還沒有好 所以你下油的時候它還是會吸水 我要先下洋蔥 你還不要油 沒有…現在還不要 我們先乾炒幾秒 下一點橄欖油 橄欖油下來 因為洋蔥你炒的時候它會出水 那出水的時候 茄子會把水分給吸收 好 然後放茄子 不是啦 櫈瓜 不好意思 哇 茄子都變色了耶 對 這樣子會剛剛好 因為油會保留給櫈瓜或洋蔥 那你看現在油有點少了 你可以選擇加或不加 然後是我要再加一點點油下來 一點點就好 好 我要加番茄 然後這時候火一定不能大 因為我們裡面沒有放水 然後如果你是用像我現在用的這個鍋子 它一定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你火太大的時候 會把所有食物的水分吸乾 如果你家有那種法蘭鍋還是鑄鐵鍋 它會把水分保濕住 鑄住在裡面的那一種是最好的 然後我要保持在讓我的這些蔬菜 不要有產生 就是不要加任何的水的狀況 是要讓它把那個 它的蔬菜的汁 湯汁給 自放出來 逼出來 所以我不加任何的水 是 然後我要把我的香料 百里香跟棉碟香放進來 它們是乾燥的 我的百里香是乾燥的 自己做的 然後那個 棉碟香 它是濕的 OK 然後 我現在要做燜的動作 因為我鍋蓋不夠大 但要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火一定要小 這個 你會覺得動作很好笑 但是它一點不好笑 因為你如果讓它蒸發 整個水分就會跑光 它整個就會收乾 收乾你就會乾鍋 乾鍋就會燒掉 就會燒焦 所以這個動作一定要做的動作 對 而且會影響到這個燉菜 好不好吃 就看這個動作 對 然後火不能大 絕對不能大 所以現在我們其實是 讓它有一點在燜熟的感覺 對 如果你是像用一種 很重很重的鐵鍋的時候 它整個可以把蔬菜的水分 全部鎖在裡面 對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做這個動作 你也不用擔心說 兩湯匙的番茄可能會太少 那媽媽如果洗完番茄醬重一點 你可以多加兩湯匙進來沒有問題 大概需要收到什麼程度 你要把那個蔬菜裡面的 那個叫什麼 我們家叫菜汁 它的水分逼出來之後呢 然後整個菜熟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它不需要花 其實有人說燉菜要花很多時間 它其實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大概15到20分鐘就可以完成 可是所有的那些蔬菜的精華 都會釋放出來 對…這就是為什麼我不使用 加水的意思就是在這裡 對 而且顏色真的很漂亮耶 對 黃黃紅紅綠綠白白 對 那你如果再放番茄的話 它可能會 就是你放了番茄汁 它會更水 你想要把那個湯汁拿來拌飯 是 那你就讓它濕一點 但是因為我待會想要保留 蔬菜的原貌 所以我就選擇讓我的湯汁少一點 就不要煮到爛就對了 對 我就不要讓它煮到太爛 在法國它的燉菜 有沒有什麼樣的特別吃法 通常我們會搭飯 或者搭麵 就像我們一樣當配菜一樣嗎 沒有 它算是主菜了 但是最近這幾年 在很多法國餐廳 會把燉菜拿來當主菜的配菜食用 對 也是可以的 好 我們來鹽巴 所以等它熟了 它中間那些 不論是我們弄的那些櫛瓜 或者我們剛剛用的這個茄子 中間熟了 它就會整個冒起軟掉的感覺 對 然後胡椒 好 然後你看我的番茄 它到現在還沒有冒水 你看它還是保持很完整 所以還沒 也不是還沒 那是我要的狀態 我不要它整個就是 醜醜爛爛的 對 那有一些媽媽她做燉菜 跟有一些 台灣人做法式燉菜的時候 她會把整個菜煮到熟成 我希望它可以有一些些 保留蔬菜完整的圓貌 所以我才決定 我剛剛不是說我決定 我剛剛不是說我決定 將那個番茄 番茄醬子加少一點點 這罐是什麼 米迪香 不是 它是普羅旺絲香料 所以普羅旺絲還有特別普羅旺絲香料 有有有 而且它都是乾燥的 所以等於是我們今天做的這個 普羅旺絲燉飯 不是只有顏色的繽紛而已 沒有沒有 它連用的香料都是 那 我們去哪裡買啊 班的賣香料的地方 就是平平灌灌的那個位置 它就會 超市會有嗎 超市會有 但你要特別找一下 像有一些外國人 比較多的那種超市 它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普羅旺絲香料 對 這還要再一下差不多了 好 你看它有一件冒汁出來了有沒有 有耶 對 它已經開始冒些 它自己的水在滾 對…菜的汁已經出來了 對 好啦 大家耐心一下 給它燜一下 來個三分鐘就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應該燜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 哇 對 它整個就已經熟成了 而且它整個燜到有點 你知道 接近乾 對 然後還有一點點水分的樣子 對…這個就是我要的 其實法國的燉 所謂的燉飯 它不是一定要有糖糖水水 如果你太多糖糖水水 其實你會一直吃不完 燉菜有一個最大的重點是 用熱氣燜出來的水 它再吸回去菜裡面 吃到它不只是它蔬菜本身的甜味 但它會有其他的香味進來 包括香料部分的 然後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那這個香料 我現在要下 因為你如果太早下它會苦 對 我不想讓它苦 我只要讓它有一點點香氣就好 就讓它起鍋之前再灑一下 對…我只要讓它有一點點香氣而已 有味道而已 對… 我不想讓它燉菜產生苦味 好 我們這個也沒有什麼調味料 沒有 就海鹽 對…把它擀了一個 哇… 你不要覺得我很龜毛 這是必須做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怎麼知道我要說什麼 我知道 因為你知道我剛為什麼說 我要把它切成圓形 這個就是我要的用意啊 就你要把它疊起來啊 也不能算疊起來啦 我不能把它排成圓圈跟普羅旺斯蘋果派一樣 但至少我可以把它排出我要的 你知道嗎 剛剛講過說 它可以當主菜可以當配菜使用 對… 那如果你要當配菜的時候 就像我現在的擺盤方式 然後但是你要當主菜的時候 它就是一整坨就是放在一起 說真的喔 基本上燉菜因為它有加番茄醬 所以它在顏色上面 雖然我們剛剛用的這些 蔬菜都是比較繽紛的顏色 對… 但它再加了番茄醬 你就會覺得顏色好像有一點點被蓋住了 但是再加上你這樣的擺盤 你就發覺說 你有另外一種風情的感情 它顏色又出現了 對… 這就是我要的啊 然後它番茄的味道又不會太重 妳介意我 不介意 請用 好 我來吃一塊 妳應該不吃瓜吧 可以啦 好想要一碗義大利麵 非常簡單 而且非常營養的普羅旺斯燉菜 就完成了 我要再做一些一點點的小裝飾 我們撒一點點的普羅旺斯燉菜的香料 然後給我一片乳酪液 我們要有一點點新鮮的顏色上來 好 這樣裝飾之後呢 你就真的覺得好像看到了普羅旺斯 那個繽紛的色彩 是 整個人都覺得 有那種 到了那個地方去遊玩的感覺 好 這就是呢 戀戀為大家帶來 普羅旺斯的燉菜 座大利麵 然後再打擾 大利麵 光聖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